拍摄了宣传照 不过对于当天依旧打扮前卫的上文杰 他的搭档却似乎不太买账 与往常在眼睛与头发上大做文章不同的是 当天为流浪小动物组织拍摄宣传照的上文杰 为了配合拍摄主题在全身涂满了颜料 当天的拍摄主题是呼吁小动物的主人 为自己的宠物做绝育手术 而曾经同时养过八只猫的上文杰 也以切身经历响应这一主题 有数据统计过 如果一只猫它就是没有做绝育的话 它在今后的七年里面 它和它的后代会产生42只猫 42万只猫 42万只猫 虽然有过养宠物的经历 但是要说和小动物沟通的本事 上文杰当天恐怕就吃了造型的亏了 您瞧这刚拍完照 这条小黑狗对我们的女主角就爱答不理了 这小狗怕人 这小狗怕人 means tiny English 这是 its syllable 时 repeat after me 时 时 中文字幕 李宗盛